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來玩的是這個我要當房東喔 那我們直接跳過這些劇情直接開始好了 好貓豬婆 好終於等到我們了要好好打理這裡的房產 好看來我們有很多這種舊的 一些公寓啊然後的裡面的房客也是 數值蠻低的 來吧我們先把一些舊的房間給整理一下吧 來只有這一點 簡陋的家具喔好那就至少先有一些基本的 來吧先看看有什麼房客可以招募到 希望能夠有一點好的 來先無業遊民啊 無業遊民也要找啊無業遊民有錢嗎 好這個潘文博年輕人 來吧 年輕人還坐個巴士來 這一臉看起來就是恍生啊 雙眼無神喔 這看起來是我們的包租婆 我們就是在管理後面這一棟樓啊 來可以對 家具 變壞了然後 可以讓社區的繁榮度越高 然後也會跟著提高租金喔 來吧我們來看一下 再多修個廁所讓你有個一房一位喔 居然是敦式的 這邊還可以把他趕走喔 我們房看還是挺不錯的啊 能夠 把自己居住的地方 的環境給打擾乾淨喔 好吧那我們繼續招募一下我們的無業遊民 我們要怎麼去招募 這邊還可以把蓮蓬頭升級 好那這邊2號我們再招募一下吧 花個80塊錢 喔鶴魚鶴魚 還不錯還不錯 來那103 也在招募一個 吹舒服啊 希望你住的很舒服喔 來把蓮蓬頭 淋浴頭啊 他是淋浴頭 把他的淋浴頭是這裡吧 這蠻簡單啦只要點點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先完成他的自己任務吧 完成他的這個任務可以 領錢喔 還有廚房啊 蓮蓬頭 這應該都是要先把他的 先升級就對了 然後這個 已經沒錢了 我們房客什麼時候才會交租啊 我這裡還要看廣告才可以領錢 好吧那我們現在來教大家怎麼對換這個序號 我就點擊左下角的這個齒輪喔 然後在左方就可以看到有沒有這邊有個透明的禮物 禮物的盒子 那麼這邊就可以輸入禮包碼 WEL然後CONE WEL然後CONE 按確認 就可以拿到哇這個是多少 10萬的金幣耶 這開局就可以讓我們 很好的發展 好那我們 錢有了就直接 那這樣我們再中修一間房 來有錢的話雙人間 那我們先弄個 獨居了好了雙人的話管理 也是比較稍微有點麻煩一點 好施工隊 等施工隊完成就可以完成了 這邊已經開始有租金收入了 好吧那我們接下來呢來跟大家講另外一個這個 序號怎麼去領 你可以來到他的這個粉絲專頁 看到他這邊點贊分享就可以獲得金幣喔 那之後呢還有這個 開服的 限日禮包 只要評論了然後再加然後就可以到這個 Message 系列上去領取 那這裡總共有666個鑽石 非常的不錯 那有想要玩的話可以來他的這個粉絲專頁 領取參加一下這個活動 好那我們回到這個遊戲 我們繼續管理我們這棟樓 那我們剛剛建造的單人房也是已經順利完成了 我們把他們的這一些基本的 裝飾啊一些生活的必要物品給弄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招募一下我的新的 又是無業遊禮 你看我們這邊的人都不在為什麼會這樣子 但是他們不在還是一樣要 一樣是要繳房租的 幫他們把這些都聲音聲好了 噢升到兩級了 解鎖受害者上班族餐廳還有新速動 速動系統 喔 所以房客有些會突然怡夢一下我們就可以 幫助他們解決一下 那他這邊呢 可以弄個健身活動區耶 我們繼續弄個公寓好了 反正賺錢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怎樣 給我們弄到其他地方 可以可以了 來我們來看看103號房這邊我們都還沒有幫他升一下 幫他升個一下 還可以在這邊看他的房客 他每天的健身需求是2 他們要求都是只有D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造那個健身房所以 只能夠招募到這些房客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些 基本身是都已經滿足 來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任務是啥 要招募兩個普通上班族 然後把他們的床號 給 提升 到一個比較好的等級 也是啊 讓房客睡的比較好一點也是 比較好 這個畢竟人一天大概都有三三分之一吧 時間都在床上 好掃尿要拿到他們錢喔 那接下來呢是廚房了 乾脆直接一口氣幫他們都升到等級2 喔他的 房珠啊 喔他的已經付不起我們的房珠啊 來 已經達到成珠上限了所以要把我們的 要把只能把他趕走了 哎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吧 好那就差不多是可以把他趕走了 再來招募個新的人 OK優先選擇 無業遊民以外 所以就盡量要選擇可以支付的 這個在限時世界也是挺不錯的 不要選擇在這個地方招募我們在軟體圈啦 這樣我們就可以招募到這個 工程師啊 很棒很棒 你看他們已經開始有更多的需求 喔 沒有餐飲設施啊他就沒有 沒有時間去做飯 我還可以在自己建一個餐廳 滿足房客有什麼好處呢 喔這邊有社區滿意度 超過的話就可以額外的錢 好那我們盡量滿足房客的需求吧 OK 按讚 然後把這邊都提升到等級2 把這些 無業的都趕走 然後再招募工程師 等一下 按錯了 那可以選到普通上班族 我們招募個普通上班族就好 那接下來是1-3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來幫他提升一下等級 然後這個 雖然他還住在裡面啊 有點殘忍喔 但是任務是要我們 要招募這個普通上班族 好那我們也把剩下最後一個 房間 的等級提升上去 來把他趕走 那我們再招募一個軟體圈的 那這樣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放著掛機 等這個錢收入 然後這邊的話有更多的 活動區 還有一些建築 這邊可以建造一下 好吧那我今天的這一個 我要當房東的 希望你不要分享 及視野玩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by bwd6